一天心一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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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所有的 不管是今天也好 地位也好 会之社会 会之社会 只是安贤一致一赖的 主任的感恩 还记得今年暑夏 我回来的时候 那个慰问经老院的老人 在临走的时候 我曾经答应过他们 当我再次回来的时候 我一定过来看他们 所以安贤没有失言 我做到了 今天呢 正好是冬至 所以陪老人们一起做个饺子 煮个饺子 吃个饺子 然后呢 再给爷爷奶奶们 一人买顶帽子 我们今天陪所有的爷爷奶奶 一起过冬至 吃饺子 早上六点就起床了 想起今年暑假回来 去经老院问问老人的时候 临走时 我还告诉他们 再次回来一定来看你们的 这句话一定要兑现承诺 因为对老人说的话 一定要负责任 所以今天正好是冬至 然后打算去给老人一起 做点饺子 然后陪他们吃个冬至的饺子 走吧 天还没亮 去采购吧 这河面都结冰了看看 这近几年 今年开封最冷的一年 今天的饺子只能包一半做一半了 估计 能包多少包多少 刚给院长打了电话 他说他院里差不多将近200个人 万一包的不够 然后我们先买一些素冬的备着 不够了就煮一些素冬的 出发人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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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爱心 爱心幸福 走吧 这个冬至 然后呢 安心呢 带着我们一大家子 去这个敬老院 陪老人们一起 做个冬至 吃个饺子 开开心思的一天 走吧 走吧 面毛 不交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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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话 你管话 您可以一个人 我行 打说话 dich 不是冬至了吗 吃脚子的 不用客气 我们走 过来 嗨 俺 找什么 webinar 你 我吃spray 我吃胖了 你吃胖多种 我说颜色 赖手可手 赖手可手 高点儿吃胖了是吧 哎 那就证明高点儿胜了好 不大了几年 八十一了 一八十一了 你看生气壮了还可好了是不是 哎 啊 今天吃饭咋样了 能吃不弄 弄 弄吃啊 你弄吃都是福奶奶 你拿我煮了奶奶 给拿人就吃肉 装装装装装 这就是我的污 你看我的污出了给 那个是老头的污 啊 这个是我的汤 啥带的 不能拿的 你也不能太久时间 哦 上个辈子 就是现在的口感好了 在这国家领导下 日子均时越来越好 考虑很年 嗯 国家富翔了 嗯 这马上也该过去年了 这一过完冬至 都该过去年了 啥子呢 哎 哎 我看那个叫我 年纪我也不走 啊 俩都不走 不是 不像那个明天麻烦 嗯 是不是啊 哎 啊 都给你买了 然后呢 也不如能喜欢上 哎 改过年了 给你个红包 手桌啊 奶奶 哎 给你红包 我看你 手桌啊 奶奶 好 好了 好了 行 行 以后 毛水来弄来看 该吃脚子了 咱去吃脚子吧 吃脚子了 我吃脑 你俩做点灯物啊 灯物啊 给脚子煮花 我给你转过来 奶奶 董事好 董事好 哎 你这不懂 咱几个吃脚子啊 奶奶 吃脚子 你带点脚子 多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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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一鞋多大了 就是来呢 就是散了 出走 神经孩子偷了 你看看 好神经 你吃吧 奶奶趁热吃 冷天吃 好吃快乐 爷爷 好吃不好吃 好吃好吃 你好吃 奶奶喜欢就行 好吃好吃 好吃就行 那都喜欢啊 都和牌鞋 这个东西就专门来 过来 过来 太能吃了 咱嚼 爷爷 今天多大了 爷爷 就是了 就是了 你又看得起 你可好了 你 是吧 奶奶来 八十三 八十三 嗯 你出了 看得起 都可 都可 改新年了 一样 然后呢 当牛来 来看看 跟他这盒小子 装豆的呀 好 想买啥 买个啥 对 好 奶奶 开过新年了 来 牛给你换包 装豆的 你想买啥 买个啥 谢谢 您们坐吧 爷爷 坐 多吃点 多吃点 没吃了 多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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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疑 你这包是 你这包好心 都让你干 闻闻一串了 这胶子要吃完 一碗胶子也没吃完呢 这是管口说的 管口说话来 给爷爷奶奶吻好了 来 一会吃个胶子来 一会吃个胶子 董事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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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过来非常有意义 但所有的 无关是今天也好 地位也好 都赖着于社会 所以咱要汇着于社会 虚质社会汇着社会 只是安宪一致依赖了 做人的根本 您也担心了 是不是 冬天都不冷了 喝拽些 哈哈哈哈 吉哥是不是开心快乐 又以你了一天 非常开心 传递爱的一天 上车吧 对于老人在广岸的牛大乡 每个人都有老了一天 他妈的那天也老了 所以我广岸老人 把这份爱情传递下去 希望安宝他们俩也审认了 说小的时候安宝 安宝就紧张教育员 自己对我来说 不管您现在也好 张大也好 倒傻兽都不能往回馈社会 不管做多大的抗议 对于回馈社会这个制作 就是那减负重任 不能往奔 不能往奔 对了 你安宝爸爸说明 不能往奔 这都是他一致教育员的总事 欢迎大家了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也是一个开心的日子 冬至 也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安闲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答应老人们 只要我再回来 一定会回去看看 给他们一起吃饺子 给他们聊天 跟他们在一起欢声笑语 这也是安闲真的 由衷的 发自内心的一份喜悦 我们终将都会有老的一天 所以我希望在我年轻的时候 可以为老人多做一些 我认为力所能力的事情 可以给他们多带来一些欢声笑语 可以给他们多带来一些暖心的行为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年轻人要做的 因为我们有一天也会老去 在今天这个冬至的特别的日子里 安闲真的特别甘心 虽然只是那么简简单单小小的举动 但是却迎来了那么多人的老人们的开心 安闲直送了 我所有的金钱来自于社会 所以我也要回至于社会 取值社会 回馈社会 这是我一向做人做事的宗旨 相信一直陪伴安闲四年的朋友们 也了解安闲这个性格 我就是我 我知道我会做什么 我也知道我想要什么 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做着我本分的事情 就像我爸爸说的 做人不能忘本 希望明年回来 然后杨女婿 还有宝宝 还有儿子 我们一家四口 会继续付出我们的心动 大家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也祝你们冬至快乐 多车饺子 少女把耳朵动掉了 好 拜拜 明天见 祝你们开心快乐每天